词曲 李宗盛 这是天赋世界 我们车耳耀停 与宙唱歌四位响应 清晨作乐同声 这是天赋世界 若心还有万亿 树木花成长天秤 万古诸首昭成 这是天赋世界 小鸟赞美和声 清晨明亮 昂花美丽 公胸照目公胸 这是天赋世界 可爱不及万千 风吹之中将它表现 天赋充满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这主教我无望 罪恶水人好香的神 天赋全然灯火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主是望天地通常 我身中万万万 第三天赋世界 哪里书 哪里书 灵黏 灵众 你是勇和人的思细把握心脏 我们如愿穷平与美 都居在时光安住的 使人画家赢了那时从车口带来 我们将将美人无事的身心仙上 大家先上并肩轻重 照着无情一红尝 全身值得永远不寻出一条满脱 当初一切离书装作 尽皆有纯粹 当初心中书见你 如愿人上半清光 如天之下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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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到今天 赞悲生主 全能生命 宇宙万有菌果 我领送主 领祝永远 使你救出健康 若我能听 同来就记住声点 断然相助 恭敬赞悠 赞悲生主 如此情人 宏知世间万物 展开安逸 如此温柔 将你时常保护 你心不见 车车街帮助招呼 处于车车街市道路 赞悲生主 容我长得 心灵赞悲生主 但愿天下万有全体 永远成量相助 书主 书主一名 重新一支胸 方圆 我愿无尽赞悲生主 方圆 我愿无尽赞悲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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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爱我万不愁 您有双经告诉我 凡小孩子出乌鸦 我虽然我都强调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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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圣经告诉我 耶稣爱我说生命 将我醉了心干净 天堂若门替我开 把他向良引进来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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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圣经告诉我 耶稣爱我走永远 毕山路上他陪伴 看我生前我爱他 死后离我到他家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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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爱我能拥 dich 高原和 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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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字二十六节 耶稣说 复活在我 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心我的人 血若死了 也比复活 也比复活 也比复活在我 生命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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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我的人 血若死了 也比复活 佛活在我 生命在我 心我的一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过去心我的必永远不死 佛活在我 生命在我 心我的一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过去心我的必永远不死 复活节是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学会为耶稣从死里复活 而感谢和赞美上帝 祂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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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从死里复活 祂是救助 祂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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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从死里复活 祂是救助 祂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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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救助 祂是祖 祂是祖 祂是救助 祂是救助 他被挂在木头上 轻声当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居然在罪上时 就得以在意上活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轻声当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居然在罪上时 就得以在意上活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 轻声当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居然在罪上时 使我们居然在罪上时 使我们居然在意上活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使主信经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冲到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 上帝的独身子 因圣灵感运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四架上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惩罚活人 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儿 同时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们 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戴慧老师 很高兴又和你们在线上见面啦 感谢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再次有机会 一起来学习祂的话语 上个星期 我们明白了受难节的意义 主耶稣基督 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他受尽了嘲笑 戏弄 凌辱 最后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上帝 死亡 不是耶稣基督的结局 那么 事情的发展将会是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耶稣死后 他的遗体被一位名叫约瑟的财主领了去 他按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 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 便放在自己的新坟墓 就是他新凿在磐石里的 之后 又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坟墓洞口 便离开了 当天是星期五 一直在十字架下守候的女信徒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一路跟着约瑟 看见他安葬了耶稣后便离开 第二天 星期六 也就是安息日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巡抚比拉多 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 三天后他要复活 因此 请您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 直到第三天 恐怕他的门徒来 把他偷了去 就告诉百姓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比拉多说 好吧 我把一队看守的士兵交给你们 去吧 既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星期天 七日的头一日 天快亮的时候 莫达拉的玛利亚 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和几个妇女带着香料 从容满面地来到墓地 在妇女们来之前 忽然 力大震动 有上帝的使者下来 把挡住坟墓的大石头滚开 并坐在上面 他的面貌方黄 全身穿着洁白如雪的衣服 那些看守的士兵 被上帝的使者 吓得浑身发抖 甚至晕死过去 天使对妇女们说 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是要寻找 那定时自驾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来 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 妇女们急忙进去墓墓里 但是 他们没见到主耶稣的身体 天使接着说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 说 他从死里复活了 并且在你们一线 往家里里去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 跑去要告诉耶稣的门徒 忽然 耶稣遇见他们 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 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 叫他们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避见我 他们急忙跑去把这一切的事 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使徒们听了 并不相信他们这些话 认为他们胡言乱语 只有彼得 和约翰起来 跑到坟墓前 一头往里看 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有两个门徒正走在往一马五四的路上 他们确定耶稣死了 但是对于耶稣的复活 他们心里头觉得很迷惘 正谈论的时候 复活的耶稣靠近他们 与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呢 他们回答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然把他捉去 钉在十字架上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再说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他们一大早到了坟墓那里 坟墓是空的 没看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天使显现 说他复活了 我们当中 有几个人也往坟墓那里去 所看见的正如父你们所说的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相信得太迟钝了 于是 耶稣向他们讲解 圣经上所指着他自己的话 他们坐下吃晚餐时 耶稣拿起饼来 注写了 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 耶稣不见了 他们就立刻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伴聚集在一处 他们关上门 因为怕犹太人 主耶稣果然复活了 他们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掰饼的时候 怎么认出耶稣的事 都说说了一遍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有疑惑呢 说了这话 就把有着定十字架的伤痕手 和肋膀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主耶稣复活以后 手上和脚上 仍然遗留着十字架的钉横 这些钉横 乃是他爱我们的记号 大家感到又惊又喜 耶稣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耶稣接过来 就在他们面前吃了 复活后的身体 并不需要饮食 运持生命 耶稣如此行 都是为了让门徒确信 自己所看到的 并不是幻觉或鬼魂 而是一个真实的人 是复活的耶稣 有一个门徒 是称为低图马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在他们当中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才不信呢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横 用指头探入那钉横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过了几天 门徒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在一块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被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泪旁 不要疑惑 总要相信 这表明 主耶稣的复活 是身体的复活 而不是死后 灵魂的继续存在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的我才相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 有福了 过了几天 彼得 约翰 及另外几个门徒 上了船 去捕鱼 那一夜 他们并没有任何收获 天将亮的时候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认不出他来 耶稣就对他们说 小子 你们有吃的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说 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 就一定会有收获 他们便撒下网去 竟拉不上来 因为 鱼实在太多了 这时 约翰认出了耶稣 就对彼得说 是主耶稣 彼得就立刻跳进了 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 就在小船上 把那网鱼拉过 他们上了岸 就看见那里有炭火 上面有鱼 又有饼 耶稣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都认出 他是主 耶稣拿饼和鱼 给他们吃 吃完了早饭 耶稣三次问彼得 爱他吗 也三次吩咐彼得 要牧养教会群羊 复活的主耶稣 向门徒显现 长达四十天之久 最后一天时 耶稣领他们到橄榄山上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慢慢升天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忽然 有两个身穿白衣的人 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哦 这离开你们 被接生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 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这一次 门徒们并没有带着 破碎的心灵离去 而是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把耶稣复活的好消息 传开 小朋友们 复活节 就是纪念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耶稣曾预言 他会被病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死后第三天 从死里复活 耶稣的复活 不仅仅表示 他胜过死亡 他更是战胜了罪恶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的复活 带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 只要我们愿意相信 耶稣 我们也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 让我们常常学习 与人分享 耶稣复活的好消息 使更多的人和我们一样 也有永生的盼望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句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返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让我们再来念一遍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 返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让我们合起双手 闭上眼睛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爱我们 你为了我们的罪 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感谢你为了我们 你从死里复活 你是复活的主 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常常与人分享 你的救恩 你让每一个人都和我们一样 有永生的盼望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 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证明到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利用着引寻 顶力去给我们 免我们的在 如同我们免良人的在 不叫我们一边西太 就我们脱离相恶 因为国度成平荣耀 全是你的 这道明天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个星期五 4月15日 就是受难节 当天晚上8点 在教堂有举行受难崇拜 同时线上直播 所以我们的线上主日学 会暂停一周 欢迎家长及孩子们 为我们一同的参与 并一同纪念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后个星期五 4月22日 我们将会进入今年的第二季 儿童线上主日学 摩西带领一大群以色列人 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后 他死了 他这个重大的责任 要交给谁呢 还是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漂流 4月22日 星期五 晚上8点 你们就能够知道啦 记得我们到时见 再会 这次是天赋世界 我们车儿要停 宇宙上各四位相应 星辰坐月同胜 这世间不世间 多心还有万亿 树谷花成长天平 万古诸舍照射 这世间不世间 小鸟赞美和声 星辰明亮 好花美丽 共生长得无共生 这是天赋世界 他爱不及万千 风吹池中将它表现 天赋充满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这主教我不忘 罪恶水人方向的事 天赋全人整合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不必忧伤 上主是望天地同长 我身众望万分 情绪的灵自然只会放着我心里 愿你是勇和热恶心 我心不忧伤我心不忧伤 我们有了穷冰与美 都住在时光安住了 使人花家赢了大事 从这后带来 那个桥桥 美人无数的神仙仙上 我家下手并肩 心中的手掌注 无情一魂伤 全身去的永远 不尽全一条滑 万人无数的神仙上 我心中的虎掌注 为与生父生子生命 永远不成敌 听爱真是待人出世 最期的直播今天 赞美生主 全能生命 宇宙万有聚望 我领送主 领祝永远 使你救出健康 若我能听 同来就寄出圣殿 万人相处 恭敬赞扬 赞美生主 如此轻人 宫持世间万物 展开爱你 如此温柔 将你世上保护 你心不见 求求解放出招呼 祝于求求解释的路 赞美生主 容我长得 心灵赞美生主 但愿天下 欢患有缺情 永远 选招丧生主 宿主以非 重心以至羞 盲人 我愿无敬家娘舍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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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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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